莫名其妙突然在路中央停下 两辆双载机车骑士下车互相叫嚣 当中这名黑男拿出辣椒水攻击 导致双方你推我我推你 当街大打出手 条文男被喷满脸痛得睁不开眼 第二棒只好换黄衣女乘客接力上阵 目标要抢下对方的辣椒水 两人也爆发进一步拉扯 过程中好几名路过骑士急忙劝架 拉开他们 只有蓝衣女乘客手上提了蛋糕 选择闪避 直到警方的快打部队斗场 制止双方 冲突地点在新北市板桥西北路上 但其实双方在前一个路口 就已经有了行车纠纷 事发在15号下午5点半 47岁的黄衣骑士因为偷偷闯红灯 旁边32岁的高线骑士看不下去 怒呛对方没水准 引发冲突 双方沿路互骂约200公尺才开打 过程中黄姓男子把安全帽当武器 而高姓男子也拿出辣椒水攻击 双方打成这样还喷辣椒水 最后造成两名骑士 还有黄姓男子的妻子三人挂彩 只有高姓男子的女友没有受到波及 当中黄姓夫妻桑向警方公称 因为和儿子约吃饭 快迟到了才会闯红灯 而高姓骑士则说对方 闯灯差点撞到他才会不满骂人 双方最后都没提够 但还是被警方依视为法送办 虽然闯灯确实不对 但一动手恐怕就不再是正义之神 TVBS新闻正式会关于新闻视频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